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的中央路是市区重要的外环道 那么也串联了花莲市、吉安湘、新城湘以及台九县等等 那么因为车流量大,交通尖峰是经常的拥塞 那么县政府建设处就争取了内政部核定 7390万元 来新设21处左转的车道 无聊让了解施作的过程呢 建设小组一行人是前往了中央路来听取简报 来了解工程的进度 为了了解花莲市、吉安湘、新城湘、中央路一段到四段 21处转弯车道的施工进度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并且邀请县政府建设处前往现场会刊 招集人李渊富、县议员郑宝秀、张美惠、周军友、杨花美 底部实在来来听取建设处的说明 县议员郑宝秀表示这项工程是他设议后在花莲县议会提出的建议案 来解决苏花改通车之后的疏解方案 中央路是连接花莲市、吉安湘就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那每天使用的人车潮都非常的多 那在这个拓宽还有左转专用道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县议会就不断的提出 那历经几个包含地期大会、临时会都不断的咨询、提案 那也在临时都提出希望县府这个很重要的重大的交通建设 能够赶快的来进行 让大家可以有好的这个交通的一个路径可以通行 那这最主要就是说左转专用道的这个部分 那这一次有21个路口 整个中央路的这个一段到四段 那我们今天建设小组的这个考察 我就建议要来这里来看目前已经在施工的中央路的这个各个路口 那特别是设置左转专用道 了解工程进度 那特别我也提出有关于友善行人 就是因为这很多的路口包含有慈济大学 包含和平路我们所在这里果菜市场 那还有直进医院 还有中山路口 这几个都是很重要 行人很多的一个很大的路口 那特别关心友善行人 要求这个行川线要退后 要求要设置庇护岛 让行人在穿越时能够更安全 那在车辆在左转的时候 有一个左转的一个专用车道 那就不会两个路线 就是车辆要共用执行跟左转车道 我相信在这个重要的这个规划 我们不断的在督促跟监督之下 在左转的 中央路的左转专用道的这个工程 我们希望它能够如期如实 如值的完工 让不管是在地的民众或外地 来到花莲的游客 都能够有一个很便利的一个交通 可以来使用 那当然友善行人这一点绝对不能够忽略 贯穿花林寺 吉安乡和新城乡的中央干道中央路 是台湾线的外环道路 入口内侧车道设为左转专用道 在每每侧量左转造成 待用设置的情况之下 能够大大的改善 总之有21出入口将增设 左转专用车道等设施 工程预计在一年之后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